提到税收 财政部今天公布了去年的统计数字 虽然比前一年增加了830亿元的税收 但是还没有回到金融海啸发生之前的水准 而在各县市之间出现了极大的落差 税收最多的台北市跟本岛最后一名的台东县相差了269倍 景气到底有没有好转 来看实际数字 根据财政部统计 99年全国税收1兆6133亿元 比前一年增加830亿 但是比预算短征44亿元 显示景气确实有复苏 原因就是说我们整个景气已经好转了 所以这些民间消费还有回升 所以这个税收都增加很多 虽然税收增加 但是分布却不平均 99年1到10月 各地方政府的时征税收 税收最多前三名分别是台北市台北县及桃园县 倒数的三个县市分别是连江县 澎湖县和台东县 尤其台东县不但是本岛最低 税收更差了台北市269倍 面对吊车尾的窘境 地方实在一肚子苦水 税收少很显然 我们的人事会就会不足 然后我们的各项基本公共建设的维护 或者我们必要的这些行政工作 便敏服务 各方面都受到限制 税收状况明显看得出来 各县市的贫富差距 有的县市连工物员薪水都快要发布出来 有学者指出 政府如果不赶快补救 只怕城乡差距会更加严重 越是税收少的地方 中央政府应该用比较多的统轴分配税款 或者相对的各种专案补助去拉高 他的自己的那个政府本身的裁员 让他可以支应一般的县市民的服务 99年税收项目大多增加 只有银索税所得税及证交税 受到前年景气不佳影响而短收 虽然总体只短征44亿 但是却是连续第二年短征 也还没有回到金融海啸前的水准 显示政府的财政依然困难 记者综合报道